這是有一台的玉瓣混凝土車 經過了苗栗竹南西濱路段準備轉彎的時候 疑似因為車速過快 重心不穩 整台車翻覆在水泥道路上頭 而就連這個紅綠燈耗製都被撞壞 因為車體太重了 所以在脫掉排除的過程 掉線還一度斷裂 混凝土車準備右轉 疑似角度沒有抓好 車身沒轉過去 重心一個不穩 側翻落地 車上的混凝土統統倒了出來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一台機車剛經過路口 不到兩秒鐘 混凝土車就衝了出來 左傾落地 滑撞到分隔島上的紅綠燈 耗製感震了好大一下 混凝土車就這樣橫躺 在西濱快速道路的起頂路段 除了滿地的水泥 地上還留有長長的煞車痕跡 混凝土車的車體變形 幸好駕駛已自行脫困 監察該駕駛未有酒駕情形 主要造勢原因為車速過快 操作不當所致 兩台脫掉車到場處理 但因為車體太重 處理的過程中 掉線還一度斷裂 廢了一番功夫 北上車道封閉了三個半小時 才恢復通行 駕駛知名 黃昌富山景城 苗栗採訪報導 新竹縣尖石鄉 逐60縣31公里的地方 則是發生了土石灘坊 異怪事故 當時這個道路通通被掩蓋 造成雙向無法通行 甚至還形成了燕色湖 畫面觸目驚心 大批碎石從高山傾斜而下 泥沙伴隨著樹枝不停下滑 空中還陽氣大量糞塵 新竹監石鄉這片山坡 在颱風過後隔天發生土石崩塌 大量土石滑落直撲山下的民宅 畫面相當觸目驚心 土石灘坊瞬間 有民眾正好駕車經過這個路段 大批碎石將整個道路 掩埋泥沙滾滾落下 民眾趕緊下車 這幾灘坊發生在今天上午10點 逐60縣31公里處 大批土石將瘦鑾村道路掩埋 雙向道路無法通行 白石溪更堵塞形成艷色湖 縣府火爆後 緊急將周邊五戶村民進行撤離 修輪國小師生也停客進行疏散 此路段因為過度開發坍塌事件平傳 三年前也發生過大走山 此次攤坊已經造成艷色湖 泉水不停流入湖中 讓村民相當恐慌 擔心會出現潰拔現象 鄉公所也立即請求支援 挖出飲水道 以免災害繼續擴大 記者和孟前謝淑雅 新竹報導 昨天參數颱風來襲 在苗栗這一名男子無視颱風過境 自己跑去後龍溪來垂掉 但是山區裡頭風大雨大的 溪水突然暴漲 當時他想要涉水上岸 卻不小心被水給沖走 造成救難人員從上午9點開始 持續的找人 甚至還出動了空拍機 上下游在搜尋 但依舊沒有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家人則是在岸邊 焚香祭拜 祈求奇蹟出現 空拍機沿著後龍溪來回搜尋 交會的岸邊的巡邏 同時也會派遣我們的空拍機 57歲的同性男子生死未撲 他在颱風天道苗栗後龍溪的 河域垂掉 突然發現水位不對 想要涉水上岸 卻來不及被湍急的溪水沖走 忽然變大 他想要過來 就過來 他一直踩 一直踩 踩獅子 開始被滾滾滾 滾到就是那個大潭 到中間我看到頭在起來 就下去就沒在起來了 就沒在起來了 沒有去釣魚啦 這警察通知你才知道的 彭信男子的機車 就停在離落水點 10公尺處的草叢 東西還留在原地 救難人員從上下游包夾搜尋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人 藉彭知名電影 三景城苗栗採訪報導 新北市的巴黎呢 在今天清晨 則是發生了意外車禍 這輛轎車駕駛 先擦撞了機車騎士之後 車子又失控撞上了便電箱 白色轎車上下翻覆四輪朝天 不斷車頭粉碎 車殼碎片也散落一地 輪胎也撞到歪斜 一旁變電箱也受到波及 遭到攔妖撞斷 駕駛汽車的白衣女子 還不斷蹲在車旁查看 完全不知所措 而這起驚險車禍 就發生在新北市巴黎區 13號上午6點多 這輛白色轎車疑似與機車碰撞 隨後滯撞路旁的變電箱 才會導致整輛車翻覆入中央 雙方駕駛未發現酒駕騎士 雙方將持續釐清事發原因 警方到場後立刻協助指揮交通 也通報工程人員前來視察電箱狀況 幸好轎車駕駛和機車騎士 及後座乘客都只有輕微插傷 只是這清晨一撞 也將睡夢中的居民全都嚇壞 記者楊視序油濤綜合報導 記者及時座乘客 也有李嘉賓 記者及時座乘客 聞賞車 臨時座乘客 因為真宗在路上 在墩長 我們 跟